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最近你一定需要的防晒 别说白人歧视黑人由来已久 从埃及艳后汉古希腊史诗 就开始弘扬白西光泽牛奶鸡等于美女 但是没有防晒有的long long time ago 究竟如何防晒呢? 那一只 每一只动之事 第一招 看到太阳就躲 古希腊人在太阳还没完全升起 就出门采买 或将工作尽量搬到屋檐下进行 第二招 没有阴影我就穿衣服遮 戴帽子遮 用伞遮 所以有些热带国家反而容易见到 宽圆帽 头巾 面纱 宽松长袍等 包紧紧的传统服饰 第三招 类似于物理性防晒 古埃及妇女使用米糠萃取物 茉莉花 卤冰花 等混合起来 再用方简石做黏合剂 涂抹在皮肤上 或使用橄榄油 降低太阳曝晒的刺痛感 直到20世纪 史上第一罐商业贩售防晒乳 终于诞生 但走在先锋的人总是孤独的 没有被普遍使用 后来 喜欢出海登山的 皮肤癌的受害者 于是瑞士化学家Bla...在登山时 被高山上的紫外线晒到洞北调 就重新研发计算 真正能够滤掉紫外线的SPF2防晒乳 从此打开阻挡紫外线防晒乳的大门 还要求保湿、防水、美白 但你不好奇这些价格贵了不止一点的多功能防晒霜 真的能美白吗? 不行! 美白功效的产品需要比保湿更深入皮肤层 才能发挥效果 如果你刚好买到的是化学性防晒 这些美白成分可能也只是卡在角质层 没有实质作用哦 娜娜今天在海边晒太多 回家后可以马上美白吗? 不行! 晒上后皮肤需要的是修护 除了保湿以外的美白抗痘功能 都有刺激皮肤的成分 皮肤会越刺激越糟糕 防晒不只是预防变黑 你不知道的各种疾病 尤其老化都和万恶的紫外线脱不了关系 国外一位司机因为长期驾驶 有半边脸晒到侧边窗户的阳光 导致两边脸看起来相差近30岁 每一日提醒您 炎炎夏日出门在外 一定要时刻注意防晒补水哦